说不好听一点 以前您再大的老板 您有再大的身家 有钱买不到 谁都别吹 镜头前卖力吆喝 眼前这款特供酒 再有钱也买不到 继续款包台 两单有礼带 六单 发源像 三二一 像你间 随着主播推销 网友在评论区跟风抢买 营造火爆销售场景 但中国警方调查发现 这些所谓的特供酒都是假的 卖这个特供酒 它都有相关的话说 它说我这个酒 通过特殊渠道来的 只进了20箱 就这20箱 卖完就没有了 除了用话术吸引消费者 还有主播身后的logo 以及货架上陈列的酒瓶 都是为了营造正规经销商的假象 不过买家下单的连结 早已被移花揭幕 继续追查发现还有从当地酒厂购买的低档机酒 倒进回收的酒瓶中再包装分售 成本只要十元人民币 大约台币四十四元 生产工厂环境脏乱不堪 但这些低价灌装酒 经过直播间主播话术包装 高价卖出 非法获利百万人民币 如今黑色产业链被起底 民众可得多加留意 三里新闻杨俊宗报道